从老高与小莫Mr.&Mrs.考一年能赚多少钱看曹星成移民新加坡 现任妻子陈如真有移民回台湾或有无放弃台湾籍或新加坡籍 9月15,2022 五先生分析老高与小莫一年能赚多少钱 最后得出约929万美元的结论 且不必如其他网红必须承担团队或道具的成本 他又提到老高移民新加坡可能为了结税 这让我想到曹星成妻子有没有移回台湾 夫妻赠予免税的规定若一方为新加坡及且在台湾一年居住不到183天 就可能符合符合非居住者鼓励所得适用21%的条件哦 图片说明老高与小莫 老高与小莫我印象重看过他们一或二次的影片 我看了一点觉得他们讲得有意思 立即决定订阅 然后放到以后再看 没想到这么一放我就再也没点阅其视频 不过我大概知道老高与小莫的订阅 点阅及观众年着度极高 以这样低成本高收益的本事 确实是无愧于YouTube中文区第一博主 这位以杀张起家的好奇武先生 他的影片我倒是大概都有从头到晚看完 由于他是财经背景985大学毕业 他分析老高与小莫也非常有条理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讲老高与小莫移民新加坡 让我想到我之前谈曹星成的部分 我在曹星成使乱中气玩弄新加坡 李显荣说落地生根尴尬了 也谈曹星成前进中国急速审法 曹星成条款伤害台湾一文谈过 谢金和财讯曹星成改当新加坡人税负少一半 曾经指出曹星成变成新加坡人后 往后他在台领取的股利税负 将由过去的40%降低为20% 且曹星成投资公司控股 或投资持有的股票价值与获利 才是老曹的真正身价 这次曹星成大张旗鼓回台 扬言台湾有事他的儿子会回台抄供 但应该不是所有的儿子都会回来 曹星成事实上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根据自由时报曹之号 走出有名老爸阴影报道 曹之号为曹星成与前妻蒋爱李之子 另外根据联合报报道 曹星成还有两个儿子 中央社2022年8月5日 台湾有事儿子会回来抄供曹星成 他们都在台湾说 他曾表示 两个儿子都是中华民国籍 台湾有事 他们都会回来抄供 他今天说 两个儿子都在台湾 奇怪了 曹星成的大儿子呢 大儿子也是儿子 难道结了第二次婚 就忘了第一段婚姻的儿子 我又看到想合法避开一赠税 却反而的多缴税六大币税 现金小心财富打对折的报道 里面说 由于台湾的上市贵老板的一举移动广受社会注意 但其配偶通常比较不被社会所广之 所以企业家夫人入籍新加坡通常较不会被人注意 假若此时上市贵负责人将持股赠予给其新加坡及夫人 的确有可能发生其家族持股受领的鼓励所得税税率 有40%降为21%的不合理币税现象产生 财经名人谢金河先生近来也直指这种内外资客税差距过大的不合理现象 因此 除了谢金河不晓得是隐社还是民事外 曹星成现在有了新儿子就少提救儿子 我想这三儿子未来也要面对一件事 既成的问题 假设现在曹星成大大赠予其妻沉如真 并且最后避免了归扣 扣孩的问题 及报导所言的税务陷阱 那对曹星成很少被提及的大儿子来说 不晓得算不算损失 先简介报导所言的税务陷阱 跟曹星成其妻沉如真可能有关的事 丈夫假如赠予给太太股票 赠予后两年内不幸过世 则此部分股份仍是同丈夫的遗产 由于此赠予生前不克税 所以此部分是同遗产 仍然要克征最高20%税率的遗产税 假设曹星成曾大大赠予其妻沉如真 未来曹星成的三个儿子最终实际继承所得 可能会有天壤之别 道理很简单 如果沉如真没有被税务陷阱克到税 可能沉如真会实际上拿到曹星成的一大堆钱 最后曹星成大儿子能分到的 与二婚两儿子能分到的 当然天差地别 因为曹星成的财产很可能已经赠予其妻 而导致大儿子能继承到的遗产大缩税了 而且新加坡没有遗产税1亿以上 遗产在台湾的遗产税是20% 曹星成其妻沉如真若是新加坡人 台湾克不到税 附带一提 马英九最伤害台湾的是让兵役制度变成4个月 以及把遗产税改成单一税率10% 严重破坏国防与税务公平 让有钱人爽死 综上 如果曹星成真爱台湾 既然儿子也要在台湾抄供 为了破釜沉舟断绝后路 曹星成现任妻子陈如真若有移民新加坡 请回台湾定居或放弃新加坡籍 让台湾能克曹星成财产的税 若曹星成现任妻子陈如真没有移民新加坡 而是保有台湾籍 那我真的佩服曹星成了 图片说明 图片影子TVBS独家不当套霸族 曹星成子纽约创游戏公司 Blackjack 2022年9月15日 曹星成结两次婚很爱护